由八频道陈光聊新闻和958城市频道携手推出的陈光聊新闻 每个星期五我们一起来关注热门的新闻话题 同步在电视 电台 还有Facebook Live播出 现在我们已经脸上线了 958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早安 我是美兰 嘉标一行早安 美兰早 观众朋友 大家早上好 美兰以及大家早上好 是的 不论是塑料的瓶子还是铝罐装的饮料容器 现在的做法是什么呢 我们喝完了就丢 不然就是拿到蓝色的回收箱去回收 不过再过两年 消费者在本地购买这类包装饮料的时候 可能就要为这个饮料容器支付多一毛到两毛的押金 那要拿回这个押金 我们就需要把空的容器拿到指定的回收站去退费 政府这么做是希望能够提高我国的垃圾回收率 两位DJ 我们接下来开始征收押金了 会不会改变你们做回收或者是消费的习惯呢 嘉标一金 其实对我来说不会改变 因为我已经在开始做回收了 因为现在其实就有这个反向贩卖机嘛 那你可以收集这个塑料瓶或者是铝罐呢 去回收 当然他现在呢是他不是把你收了押金 他其实呢是如果你可以收集十个然后拿去做这个回收的话 他会给你每十个他会给你五毛钱的这个奖励 这个奖励呢可能是可以是一个购物积分啦 又或者是跟体育场所相关的这个金额 可以让你去预定场地或者是进行一些体育活动等等的 其实我的诊编人我的太太就是一个环保分子 他时刻叮咛我啊 一定要时刻都要环保 所以在他的陶教之下呢 我开始学习环保的工作 但是因为我们在家楼下嘛 就是一个环保箱嘛 对不对 所以非常的方便 但是现在可能要征收这个所谓的附加费的时候呢 我觉得只要是这个地方 循环的地方呢 很方便于我们这些朋友们去循环的话呢 我相信大多数的人都会愿意这么去做的 不然的话其实到了楼下就去环保的话 就更加的方便了 但你可能会想说啊 这一毛两毛 好像如果不环保啊 那怎么拿回呢 大家可能会在开始的阶段这么做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习惯的培养啊 当你有这个习惯之后呢 不管是收多少钱 我相信大家都会愿意环保的 是没错 而且呢环境局的数据显示了 市面上的饮料容器当中呢 这个塑料瓶还有铝罐就占了七成 由于他们的使用量 还有材料的价值都比较高 所以当局建议呢 在退废制实行的初期 我们只回收这两种容器的包装饮料 那一旦落实 就是强制性的 如果不回收呢 你的押金就拿不回了 押金应该是定在什么价位 又应该怎么执行 整个回收的机制呢 这些都是有待探讨的 那我们早前做了一些街头访问 一起来听听公众的看法 如果是一块 应该是一毛或者两毛吧 我觉得应该是多过一毛吧 三毛 现在的人一毛不是算很多 所以他们觉得 哎呀只是一毛而已 人家他们就不会还回去 我觉得一毛两毛钱应该还OK 你会觉得一毛两毛太少了 大家觉得算吗 一毛两毛都会累积到成一块 成十块等等 所以可能长期 人家还是会觉得 有比较大的效果 应该是两毛钱吧 因为不然看不到钱 没有人要这样做 还要排队 那些没有 好像没有想回收的话 他也是没有想 你多一块他也小事 没错 这应该就是一个习惯的养成 那饮料容器退费制 其实在国外并不是一个新鲜事情了 像是在挪威 他们征收新币差不多是一毛八到两毛七的押金 回收率达到了92% 德国他们征收三毛钱的押金 回收率是98%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他们征收的是六分钱的押金比较少 回收率是70% 那看来押金的数额确实是会影响回收率 其实大部分人我们在买包装饮料的地方 不是超市 那就是小贩中心或者是咖啡店 那未来业者们可能也必须提供回收容器 还有退回押金的服务 在执行上面可能会遇到什么挑战呢 我们一起听听咖啡店业者怎么说 如果拿回去我们的counter排队的话 会造成人龙 那顾客你说他们会等吗 对不对 那一毛钱你叫他们不要的话 就丢在桌子上的话 可以他们没有问题 他们可以拿着去走 但是又会造成另外一个问题 也就是很多那些uncle auntie乐龄人士 他们有事情做 他们会来问 你的水喝完了没有 我可以拿这个罐吗 这样会造成我们这些时刻不变 储存我觉得是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罐你回收了 有可能 这是有可能我们的店员 这个是钱来的 他们会拿去卖 如果你放在外面锁住的话 外面的人可能会去偷 对不对 这无心中在造成的一些不变 我所知道的就是说 这个罐你们回收的话 一定要拿去清洗 那他们这些顾客要拿去哪里洗呢 那我们咖啡店不是要找一个 洗罐的这个地方给他们去洗 无心中又加重我们的水费 这也是一个问题 是的 这些顾虑将来都需要进一步的来探讨 那除了靠人力来回收这些饮料的容器 其实我国从2019年的10月31号开始 就已经开始实行反向贩卖机的计划 到目前为止 全岛已经有50多台的反向贩卖机了 共回收了超过1000万个容器 那在拟益的新制度下 全岛约400家 总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的大型超市 将会设立回收点 让顾客能够退过柜台 或者是反向贩卖机来退回你的容器 然后以现金或者是电子转账的方式 拿回你的押金 当局也有意在邻里场所 像是民众俱乐部 便利店还有小贩中心设立回收点 盛阳维莹 今天他们两个就来到了中巴鲁熟食中心 现场了解公众队使用反向贩卖机的经历 还有他们的看法 盛阳维莹 你们好 明你好 敏南你好 那么我在这里其实有访问过了好多的民众 有10个里面大概有9个是不知道怎么使用反向的售卖机 但是其中有一半知道这个贩卖机的作用 没有好一些是特地拿着这些瓶瓶罐罐来进行回收的 当然老人家懂的比率是比较少的 我们现在目前就是在中巴鲁巴沙这一带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国家环境局的网站去查询全老各地有多少的地方是有这个反向的贩卖机 那其实这个贩卖机呢其实很容易操作你需要点击这个屏幕 然后呢你可以选择比如说刚刚易新所说的你要这个商场的积分或者是体育理事会的一些奖励 当然如果你不需要这些奖励的话你也可以点击就是只是回收而已 那点击之后呢你就要把你的瓶瓶罐罐把它放进这个输送袋 一个一个的放 对当然还有瓶瓶 那知道之后呢 这个是太快了所以你必须要一个一个的放 然后之后呢你就要点击完成 完成之后呢它就会把它输送进去了 不过我们发现就是你必须要把你的瓶瓶罐罐先清洗干净 然后也因为这个贩卖机呢目前是以英文为主 所以如果你不识英文英语的话可能就很难操作这个贩卖机了 是的 你们这么一说我就想到如果现场喝你还要拿去洗 然后才能够投 那是不是工序有点多又浪费时间 那通常会不会用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一先我知道你经常使用这个反向贩卖机对吧 那你会怎么建议当局做出什么改善呢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习惯的培养 因为我们说回收回收 它不是你喝完之后像随手丢垃圾一样的放进这个反向贩卖机里头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就是我们要回收的时候呢 要记得清洗干净 这是一个习惯的养成 你养成习惯之后就不是问题 像我就会经常的去把这个瓶子呢带回家 冲洗之后呢收集在一起 然后一次性的拿去这个反向售卖机去进行回收的动作 不过我觉得为了要培养这个公众习惯 有一点呢是反向贩卖机业者一定要做好的 就是你要定期的清理里头的这个回收容器 否则的话机器满了 它就不能够把这个容器让你进行回收 所以我曾经试过好几次 我带了满满好几大袋的这个瓶子去 但是那个机器满了 它接收不了 所以我又得信信然的把它给带回家 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看了或听了 第一次在那个反向售卖机之后 大家可能晓得怎么做 可能要去尝试一下 那我就是想说我们今天所说的就是一种习惯 若有这个习惯之后再繁满 或者再繁琐的这些手续的话 这些动作的话呢 你还是会愿意去环保的 是的我们这个押金退还之 因为涉及钱嘛 我们相信一开始肯定会起到鼓励的作用 那是要培养长期做回收的习惯呢 相信便利度更重要 好了今天的成功聊新闻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四位DJ还有嘉宾们 你们今天参与讨论 下周五我们继续聊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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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